他說這三條直線圍成一個三條形球面積 好不好 我們畫一下圖形行不行 這個看起來不難 看起來不難有時候就不一定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第一條 A40Y4幾6 1 2 3 4 5 6 Y40S3 1 2 3 行不行 兩個點連起來是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事情 2S加Y-6等於 好不好 小1要在這條直線左手邊 好不好 再看這個條 再看這條直線 A40Y4幾3 Y40S4幾-1 兩個點連起來是一條直線 好不好 這條直線事情 3S-Y加3等於0 大於在這條直線的右手邊 所以說圖形哪一塊 圖形是這一塊區域 這樣行不行 再來 還有一條 Y等於0 Y等於就是S-O意思 那我要大於0在S-O上面 所以說畫出來圖形 就是這塊三角形 求它面積 這樣行不行 好你看這個點 這個點沒有問題 不一定 你看就知道了 這個點呢 這個點沒有問題 3點 那麻煩是這個點 對吧 這個點是這兩條直線什麼 焦點 所以說麻煩把這兩條直線抓起來怎樣 連力 怎麼連力 我們直接清算好不好 這兩條直線的連力相加是沒掉 5S-3等於0 對吧 所以X就自己 5分之3 X就5分之3但行不行 行 2乘5分之3 5分之6 減6 5分之6 減6 5分之30 ∇2 所以算出來5分之24 這樣行不行 各位可以喔 ok 5分之6 5分之9 9加 5分之9 加上5分之2 5分之4加 沒錯齁 所以說把他點算出來之後 挺好 你知道求什麼 求這塊三角形面積 算了已經面積能算 麻煩你一件事情齁 我們這次不用帶面積公司 直接底乘以高 是不是叫的 所以說底乘以高 除以幾 2 這是-1 這是3 所以說底乘幾格 4格 2分之的底乘以高 告訴我高是多少 高4就是這個點的 Y 軸高度是幾 5分之24 所以說算出來是5分之48 行不行 可以喔 所以說面積就是5分之48 OK